电脑用久了难免会觉得有一些平淡 想让电脑变得酷炫个性一点 给它换上动态壁纸 绝对是一个好主意 说到动态壁纸 肯定绕不开Warpaper Engine 它是目前最出名的动态壁纸软件 不仅拥有海量的壁纸资源 还通过庞大的社区文化 让用户都参与到壁纸的制作和分享过程 而且有些壁纸 它不仅仅是动态的画面 还能和你的光标进行互动 非常有意思 可惜的是 Warpaper Engine并不支持MacOS系统 这酷炫的一切 看起来好像和Mac无缘 苹果官方其实也在推广动态壁纸 不过是另一种风格 比如系统自带的动态桌面 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变化 当桌面风景的光线 跟随着真实世界早晚变化时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好像时间从屏幕流淌到了心里 一个是酷炫刺激 一个是润物无声 我曾经以为 Windows和MacOS 会在这两种风格里越走越远 不过呢 在Mac的App Store里面 输入关键字搜索动态壁纸 会发现已经有很多和Warpaper Engine 类似的动态壁纸软件了 那它们用起来怎么样 如果只能选一款的话 哪个最合适呢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虑 所以我把排名靠前的软件 都下载测试了一遍 最后的结果和我预想的还挺不一样的 希望在看完本期节目后 你能用最少的时间和金钱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一款 那首先介绍的就是App Store搜索排名第一 这个叫做花剑的动态壁纸软件 它可以免费下载 但是想要用更多的资源 需要花18块钱解锁 这个价格和Warpaper Engine售价一样 但是在壁纸功能的多样性上 会有一些缺失 那就是它所有的壁纸 都是以动态视频的形式展现的 没有能和光标互动的功能 这也是绝大多数MacOS平台 动态壁纸软件的状况 接着来看壁纸资源 每页40个总共43页 那大概就是1600多个视频 勾选4K以后 可以看到4K的资源有27页 大概是1000出头 在数量上肯定没有办法和Warpaper Engine比了 毕竟后者拥有海量的社区用户 没日没夜地往上面传视频 而花剑这边呢 只依靠作者自己搜集 虽然总数上没得比 但是作者的审美还是在线的 耐着性子翻一翻找一找 应该会出现自己中意的内容 或者说呢 你已经收藏了动态壁纸资源 可以将它们直接上传到花剑的资源库里 供自己使用 根据我的判断 这个上传应该是一个本地的操作 不经过网络的服务器 在macOS里 这类动态壁纸软件的工作原理 就是在桌面循环播放视频 覆盖原有的壁纸 但是这样的操作会出现两个问题 首先 在macOS Big Sur系统里 顶部的菜单栏 会分析底下的壁纸像素 进行半透明的叠加 从而扩展了壁纸的视觉范围 让桌面整体看起来更和谐 但是动态壁纸只是在原壁纸的基础上进行了覆盖 无法参与到顶部菜单栏的半透明算法中 这就导致顶部的菜单栏颜色 并没有和新的动态壁纸融合 造成了体验的割裂 还有一个割裂的地方 就是当你从休眠中唤醒mac时 输入密码的画面也是旧的壁纸 进入系统后才会跳转回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不难 那就是将目前的动态壁纸截个图 然后再把截图设置成系统的壁纸 这样既能骗过菜单栏获得统一的色调 在解锁进入桌面时也能获得一致的体验 在花街的设置里就有这个功能 勾选同时改变桌面壁纸之后 就会在设置动态壁纸的同时 截取一份静态的图片 并设置成系统的桌面 进而解决了菜单栏和锁平不和谐的问题 只是开发者没有将这个功能设置成默认开启 我估计很多人会错过它 这里还有一个选项值得勾选 那就是当其他程序进入全屏时 停止播放视频 能节省电量 经过这些天的使用 我发现花街这个动态壁纸软件 有一个挺让人困扰的问题 在系统的屏幕使用时间统计里 它会占据整整24个小时的使用时间 就算你把它关掉都没有用 只能重启才能解决 而同类型的其他开发者的软件 目前还没有发现过这个情况 它带来的问题就是 屏幕使用时间统计完全失灵 几乎每天都是24小时占用 连续长时间的后台占用 也不知道是否会对续航造成额外的损耗 关于花街的使用感受就这么多 接下来看App Store搜索排名第二的软件 名字叫做动态壁纸 在轻易色的免费下载 后续内购解锁的动态壁纸软件里 它敢直接设置付费的门槛 排名还这么靠前 应该有点意思 所以我匆忙付费下载安装 但是在打开软件的一瞬间 我就傻眼了 它和花剑的界面也太像了吧 一样的壁纸删写方式 一样的提示文案 就连搜索后的结果也几乎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我后知后觉去查看两个软件的开发者信息 发现他们果然是由同一个叫做文豪的人开发的 我把这两个软件翻来覆去的比较 也没有看到很大的差别 只能说这是开发者的商业策略吧 增加了自己产品的曝光 不管你是用花剑还是用动态壁纸 最后肉烂在锅里 它不吃亏 只不过我因为重复购买 亏了18块钱 在测试的后半段 我还发现了 App Store搜索排名第五的 这个4K动态壁纸 也是出自他的手笔 证据就在于 开发者的名字从中文变成了拼音 而且这个4K动态壁纸软件 收费从18元买断 变成了每年80的订阅 接下来我们看搜索排名第三的Paper壁纸 总共的动态壁纸资源有600多个 要使用这些动态壁纸 需要花45块钱解锁 我觉得这个售价是有些贵了 同样执行高售价策略的还有动态壁纸软件 需要花50块钱解锁 如果你是这两款软件的用户 并且发现了他们高售价背后的独特之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钱包有限 我就不付费购买和测试了 现在排名第二和第五的是重复马甲 排名第三第七的软件太贵 那么接下来测试的 就是搜索排名第四的 叫做我的币纸软件 它可以免费下载正常使用 但是要付费18元去除币纸水印 这个对我做测试很友好 就没有必要额外花钱了 在设定壁纸后 它会自动更改菜单栏的颜色 让桌面整体看起来更和谐 如果选择隐藏菜单栏图标 再配上开机启动 就能彻底做到无感使用 它还提供节能省电的算法 软件本身的体积也很小 只有1.7兆 所以可能会相对更省电一些 从软件的版本号来看 它是个新开发的软件 所以给了用户一个免费去除印的选择 对价格敏感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这个软件的主要问题 在于动态壁纸的筛选很不方便 首先不支持一览 要看动态效果就得下载 其次看不到壁纸总数有多少 翻动几下看不到底 就会让人很难有动力接着翻了 那通过分类来筛选时 没有全选和反选的按钮 大大降低了筛选的效率 不论是最开始介绍的花件 还是刚才介绍的我的壁纸 它们和大名鼎鼎的wallpaper engine相比 都无法做到壁纸和光标的互动 我一度以为是macOS系统的限制 让这个功能无法实现 最后终于在App Store搜索排名第六的 非火动态壁纸里 找到了可以互动的壁纸资源 这类壁纸应该是一个H5的动画 效果很酷炫 但是会遮挡桌面的文件 需要手动停用一下 才能显示出桌面的图标 非火动态壁纸的售价同样是18块钱 它最大的特点在于 它是一个双平台的软件 Windows和macOS版本的壁纸资源通用 也就是说 Windows用户上传的海量壁纸资源 可以直接在Mac版本里面下载使用 通过计算 它提供的动态壁纸大概有13000多个 交互动态壁纸加起来有100个作用 这个软件的问题在于 主要都是针对Win平台开发 没有使用一些小手段 来自动修改系统菜单栏的颜色 所以休眠的时候 画面也会挑转到默认的壁纸 它的壁纸资源非常多 但是有一些重复 而且整体质量量又不齐 4K资源少 比如我输入Saber 就能看到很多重复上传的内容 有些资源也不太适合当周面壁纸 要找到精品不容易 通过非火动态壁纸 证明了MacOS里可以勉强实现 壁纸交互的效果 我的测试计划也就结束了 现在做一下总结 花件深耕麦平台多年 而且还开枝散叶 也剩了不少妈家小弟 可以看出软件内很多细节 都是优化迭代过的 搜索预览等操作很直观 只不过占用屏幕使用时间的bug 还是蛮印象体验的 而且我也没有在它的马甲应用上 发现更多独特之处 搜索排名第三和第七的软件 售价过高 所以我没有进行深入研究 搜索排名第四的我的壁纸 对用户的体验门槛来说是最低的 只是进行了水印的限制 目前推荐好友下载并输入要求码 可以免费去除水印 它主要问题在于 壁纸的预览筛选搜索环节体验不好 想找到你感兴趣的内容可能不轻松 最后出厂的飞火动态壁纸资源最多 而且有可以互动的壁纸资源 但是对macOS优化不够 比如壁纸无法影响到菜单栏和休眠状态 那么到底谁是macOS里的wallpaper engine呢 目前来看还没有定论 一方面是壁纸和光标的动态交互缺失 即使有体验也不好 另一方面动态壁纸的视频版权属于模糊地带 macOS里的这些动态壁纸平台 更多的是对wallpaper engine的一个追随和搬运 即使是wallpaper engine本身 对原创的保护力度也非常不够 好了 这里是macOS优化堂 我是修康 感谢您的收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